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来分享一个简单的 很简单 平时在街市看到不起硬的东西 青椒 我们做过青椒炒鸡蛋 不要看上去好像很简单 但其实很好吃 吃得辣的就选择辣的椒 如果你不吃得辣 你可以用这个 青甜椒 绿色圆堆的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看看我们的原材料 很简单 四个蛋 四个五个都可以的 看你多少人辣 少少红椒蒜头 有两种青椒 幼的会比较辣少少 粗的 没那么辣 如果你不吃得辣 就用青圆椒 整方圆圆堆的就可以了 很容易买到 鸡蛋 除了你喜欢 用大陆蛋 大陆蛋的蛋味会比较重 在这个菜里面是比较适合的 蛋味比较重 会比较好 这次我们随意一点 有些红椒 我们打斜切 切薄薄的 不需要 不需要拿走 吃完 随意一点 青椒也是 慢慢切 我们尽量切薄一点 切薄一点 炒的时候 快点软 口感会好些 又是这样 很随意 不起核 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不需要起核 吃完 其实可以吃的 薄身比厚身 口感会更加好 因为鸡蛋比较软 如果鸡蛋硬 其他硬的东西 口感不要紧 但如果鸡蛋薄的话 尽量薄一点 它会软身一点 口感会一致一点 例如 士椒炒肉片 大快一点 不要紧 口感都差不多 麻烦一会儿 可能有广告 你可以一边帮狗狗猫猫 掃背 一边欣赏美丽的广告 厨房呼吸派 或者骑楼走 麻烦 麻烦 我们先放在一边 看起来很多 但炒完 等下就不太多了 拿起手 家里没有什么送 只有几条青椒 或者红椒 有几条蛋 炒完一碟 很好送饭 很好吃 然后有少许蒜 一两粒 一粒就可以 两粒就可以 调一调味 拍一拍 拍一拍 拍开 然后把肉拿出来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接下来 鸡蛋 四只 约摸四只就可以了 其实多一点 不要紧 看你家里有多少人 青椒 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加少许蒜 胡椒粉 如果你怕炒完后出水 你可以加少许蒜粉水 放一些蛋 可以的 少许蒜粉水 但我就没放 不用了 接着我们烧热 平底锅 烧锅 有时我们尽量烧一烧 即是锅边 整个锅都够热 烧完中间 然后烧一烧旁边 这样 会稳固一点 因为我们烧中间的时候 热力会散开 很多时候不够热 而且有空烧一烧旁边 养一样的锅 这锅 用得下去也比较好 烧到锅有点烟 再加少许蒜粉 我们先炒蛋 烧到油煙 把蛋直接倒进去 然后 肉一肉 将面部的蛋液 撥到下面 这时候可以稍微收小点火 但我还开火 我没有关火 很快 就很快 撥几菜 就熟了 炒蛋很多方法 再烧热 这些烧热 但是我没有 继续 接着我们离火 然后利用锅的热力 利用锅的热力炒上去 很滑的 一样的 搞定 不用洗的了 这个好消息来的 不用洗 我们刮一刮它 接着继续烧了 烧完这锅 充火就可以了 然后拿回少许油 你可以加少许油 你不用像我那样 我真的手势惯了 我手势惯了 通常油都是多的 你可以加少许油 你可以加少许油 一样可以炒到的 青椒很简单 我们放几粒蒜头 炒一炒 看看有些味道 只用青椒和蛋 刮了少许油 要加少许油 蒜头会更香 然后我们慢慢将 所有的青椒放进去 慢慢炒 保持中火 如果你的椒是很辣的 现在呢 你已经咳到母亲都不见得了 我的椒也有点辣 所以我也咳得很重要 不要紧要 忍一下 好吃 我们慢慢炒软 其实很快 炒软了椒之后 会有点甜味 如果用青椒 甜味会更加明显 我们将红椒放进去 搭食的东西 慢慢炒 现在香味肯定很厉害 炒软之后 把蛋放进去 如果你想吃滑蛋 现在加少许油 现在加少许油 就已经吃滑蛋了 但是呢 我想蛋有少许的颜色 这样就会更加香 所以我们再炒一会 还有煎一下 轻轻 轻轻 中途你不要肉 煎一煎蛋 这样会更加香 很简单 一款菜 没有肉的 但一样好吃 超级好送饭 我肚饿了 我通常煮菜之前 拍片之前 我是不吃东西的 那些菜是特别好吃的 所以我肚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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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烂 我肚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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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到有少少微微的 蛋又适合 那些青椒都已经软了 更香 很滑 然后我们再加少许油 盐就可以了 你可以加盐 你可以加鱼露 生抽也不太合适 我觉得生抽比较重 少盐 就不会遮住青椒和蛋的味道 最后你可以搭一些麻油 然后我们再加少许油 在锅边下来 让它更香 完成 盐 麻烦给订阅 请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 可以帮我按赞 分享给朋友 我逢星期一 三五下午的五点半钟上片 是星期四都会上片 都是五点半 大家注意一下 完成了 可以吃了 很好吃饭 因为青椒 放在冰箱里 放一个星期都没事 所以有时可以保持一些 在冰箱里 忘记买菜 或者不想去买菜 或者不想去买菜 在冰箱里 用两三个蛋 再炒一碟 再炒一碟 还很好吃 是的 冰箱里 常常有洋葱 青椒 可以放久 一个星期都没事 有一个送饭的神器 记住 要炒软了才好吃 在这个菜里面 其他菜里面 其实是生生的 也是很有趣的 希望大家喜欢 一个很简单的家常菜 今天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